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一到九节 所以我们如果有圣经请翻到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一到九节 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是孝敬父母 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一到九节 翻到了之后我请大家还是用起应的方式和我一起来读 我来读单数节大家一起来读双数节 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第一节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维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你们道说无类何人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 假冒为善的人 以色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他说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已是枉然 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在这个母亲的时候我们特别思考 我们特别来在思想这一段经文 主要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愿愿你的圣灵来高谋孩子的考 主要让孩子真的是被你圣灵的 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 放大地传讲你的话语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样的祷告奉考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好我们在看这段经文当中 我知道这是法利赛人文士和耶稣之间的一个对话 那在这件经文当中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圣经和传统 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的对话的一个焦点 是一个犹太人的传统的问题 所以我们第一点会来思考 神的话语和传统之间的这个关系 然后第二点我们会来思考孝敬父母 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主题 因为他们这个对话的围绕的一个主题 就是孝敬父母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 就是如何是一个心灵上的敬拜 因为耶稣指出法利赛人 指出他们对神的敬拜 他们是嘴巴上的敬拜 而不是心灵上的敬拜 所以我们如何我们来看 如何从心理上来敬拜神 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首先在第一节说那时 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服事的时候 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就是有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 他们专门从耶路撒冷下来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们可能听到耶稣所做的事情 他们也可能听到耶稣所讲的话 也听到有很多人都跟随耶稣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们就专门从耶路撒冷下来 来见耶稣 那么在这里 法利赛人和文士 这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 那么我知道在耶稣的时代 在圣经里面经常会提到法利赛人 也经常会提到撒都该人 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是有点区别的 撒都该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他们是属于上层社会 是属于精英 所以撒都该人大多数都是祭司 然后在犹太的最高的议会里面 就三亨主要里面 撒都该人是占多数的 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一样 法利赛人他们是属于 就像我们现在社会里面 处于中产阶级 因为他们大多数是由文士组成的 法利赛人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 就是说他们被掳到巴比勒的时期 我们知道当他们被掳到巴比勒的时候 由他们圣殿被拆毁 所以当时在民间有很多的这样的文士起来 所以他们来教导以色列百姓 来教导他们神的律法 来教导他们如何来追守神的律法 所以这是法利赛人最早的起源 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在圣经里面有文士以色拉 对不对 以色拉就是一个文士 那么到公元前大概二百多年的时候 在公元前三百多年 我们知道有亚历山大 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 希腊复裂成四个国家 然后在巴勒斯坦北边 有一个国家叫做叙利古 那么叙利古的一个皇帝 他们当时的时候 大概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的时候 叙利古的一个皇帝 他们逼迫以色列人 然后迫害以色列人 就是让以色列人不准信犹太教 不准信他们的上帝 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建了一个偶像 在圣殿建了一个偶像 所以当时的时候 在公元前大概二百多年的时候 犹太人的祭司马加比 就率领犹太人来起义 反抗叙利古 所以建立了马加比王朝 但是建立马加比王朝之后 因为这一批当时在社会当中的为士 他们觉得这样的王朝 马加比王朝是不符合圣经的正统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认为 马加比王朝是不符合圣经的正统的 不对 不是大魏的后裔 因为马加比是个祭司 他不是大魏的后裔 因为在圣经里面 很明确的神对大魏说 我要使你的后裔 永永远远坐在那个宝座上面 所以马加比王朝不是大魏的后裔 所以这批法利赛人 他们认为他们很追求神的律法 他们是很敬畏神的 所以他们就不接受 马加比王朝的正统性 所以他们就被称为一个 就是说非列主义者 所以他们就非离出来 所以法利赛人这个名词的意思 原来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被称为非离出来 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起源 那法利赛人和撒多干人不一样 法利赛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他们也相信 他们也相信复活 这个肉体的复活 他们也相信天使 他们也相信有魔鬼 有这个灵界 这些撒多干人都不相信的 撒多干人虽然是大吉思 但是他们不相信有身体的复活 他们不相信有天使有魔鬼 他们也不相信这个灵界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撒多干人比法利赛人 唯一好的地方就是说 他们是很看重这个圣经 就是手写的旧约的圣经 他们对那个口头上的这个传统 就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 以色列人古人的遗传 他们认为这个和旧约的圣经 是没有同等的重要性的 那法利赛人刚刚恰恰好相反 他们认为就是古人的遗传 他们认为古人的遗传 是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时代 他们认为是摩西当时是口传下来的 所以他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古人的遗传和 古人的遗传和圣经 和写下来的圣经有同等的重要性 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观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 就是说法利赛人 他们法利赛人和五位师 他们从耶路撒冷下来 他们去见耶稣 他们见耶稣说什么呢 所以他们就责备耶稣说 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追守古人的遗传呢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你看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不洗手 因为在法利赛人的遗传当中 他们说吃饭的时候要洗手 所以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 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 他们就认为 他们是对神的一个不敬畏 他们不敬虔 所以他就责备耶稣 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你既然是这个教师 你既然是要讲神的话语 为什么你不教导你的门徒来吃饭的时候洗手呢 为什么不教导你的门徒来追守这个古人的遗传呢 所以在这里提到法利赛人 提到以色列人的一个传统 但耶稣基督也同样用他们的传统来回应他们 耶稣基督说什么 耶稣基督就提到他们的传统当中 有关于孝敬父母的这一个传统 在法利赛人的传统当中说 无论何人 无论你是任何人 你只要对你的父母说 你只要把该奉献供养给你父母的钱 然后奉献给神 那么你就可以不 你这笔钱你就可以不给你的父母了 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传统 所以耶稣就用他们这个传统来反驳他们 说你们当中 为什么你们这个传统 为什么说你们无论何人 只要对父母说 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奉献给神了 他们就可以不再孝敬父母 那么这个传统 耶稣说这个传统明显是违背神的话语的 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 在第四节里面说 当孝敬父母 耶稣在这里就引用两处旧约的圣经 一处是当孝敬父母 另外一处说 反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 所以耶稣基督就用他们这样的传统来反驳法利赛人 就告诉他们 你们这个传统是明显违背神的话语的 所以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的传统凌驾在神的话语之上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传统和圣经的问题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天主教是很注重那个教会的传统 他们注重到一个程度 他们把那个圣经和教会的传统 放在这个等价的这个位置上面 他们认为他们有同样的权柄 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 那些宗教改革的时候 这些改教者 他们就反对天主教的这一点 就反对天主教的这一点 他们就是说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唯独圣经 这个新教的五个唯独里面的一个 就唯独圣经 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要传统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 你很容易看到一些华人的牧师 华人教会的领袖他们说 我们只要圣经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直接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圣灵会直接感动我 所以不要那个教会的传统 那些传统都是人的话 都是人的言语 所以我们只要神的话 我们不要人的话 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 他们也很敬虑在神的面前 圣灵感动他们 他们觉得这个感动非常好 好到一个地步 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感动写下来 把它收集在一起 写成一本书 然后要把这个书出版出来 让大家都能够去看 所以他们不要传统 反而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传统 所以今天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就是把传统与圣经等同 这个是要避免的 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要传统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2000多年的教会当中 很多教会的传统都是2000多年当中 那个属灵的我们的前辈 都是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 圣灵感动他们 他们写下来的 虽然这些传统当中不是完全的正确 虽然这些传统当中 有一些会有一些错误在里面 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否定他们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尊重这些传统 但不能把这个传统放在圣经与圣经 你们要孝敬父母吗 所以耶稣基督用 说这个孝敬父母的时候 他其实上引用的是 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处经文提到要孝敬父母 那么第一处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 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么同样在生命记的五章里面 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命令 我们知道孝敬父母是十节里面的第五节 也提到这样的 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这样的命令 生命记是对出埃及记的一个重复 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首先在西乃山 所以在出埃及的20章描写 他们在西乃山摩西领受时的诫命 所以出埃及的20章就是描写当时的一个情景 但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里面行走 行走40年之后 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老的一代死去之后 新的一代上来之后 但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 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在这个之前摩西又重申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 来回顾以色列人历史 来回顾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 所以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又重新提到这个十节 又重新提到第五节 你们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在列维基的十九章三节里面 也提到这样的命令 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 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 所以我们在列维基的十九章三节 我们看到在这里 在这里的时候 他就提到这个十节里面两节 第一节是孝敬父母 第二个是要守安息日 所以你们要孝敬父母 你们要守安息日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孝敬父母是带 我们知道十节里面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前面四节是关于神的 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说我们如何去敬畏神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独一的真神 你们不应该拜偶像 你不应该望成神的名 你们要守安息日 前面四节是关于我们和神的关系的 那么后面六节是关于我们与人的关系 所以在列维基的十九章三节里面 就是在这两部分里面 各取了一个命令来代表这个十节 所以在与人的关系当中 取了一个命令是你们要孝敬父母 这个代表我们与人的关系 十节的第二部分 在与神的关系当中 取了你守安息日 要守我的安息日 代表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律法的总纲 就是第一 你们要尽信尽利 尽义爱主你的神 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 love your neighbor 所以在这两部分里面 各取了一个来代表 十节的两部分来代表这个整个的 以色列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最后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就是说这个律法和 代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 爱我的就要守我 就要追守我的命令 说爱父的要追守父的命令 那么耶稣用这三 引用这一段经文说 你们要孝敬父母 来反 就是来反驳这个法利塞人 那同样的话 又引用另外一处经文 是在 是凡咒骂父母的 凡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他 那这样是在 出埃及记的21章 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他 然后在利维基的20章9节也提到 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 他咒骂了父母 他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 那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真言书里面的20章20节也提到 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必灭 要变为漆黑的黑暗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在圣经里面 在神的眼中 那个对父母的尊重 孝敬父母 这个是很重要的 神是看我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在这里说的 凡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他 那个是死罪啊 真言书的20章20节 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必灭 要变为漆黑的黑暗 所以对父母的尊重 对父母的孝敬 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看重的 那我们在今天 我们在这里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圣经里面为什么 这么看重对父母的尊重 对父母的孝敬 英文是honor your parents 对不对 honor your parents 然后我们中文翻译是孝敬父母 但其实英文翻译的是 更加能够让我们明白 是honor your parents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 我们会思考这段经文 就是说当孝敬父母 是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的地上都已长久 但摩西赐下这一戒的时候 神借着摩西赐下 这个诫命的时候 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为什么孝敬父母 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就可以长久呢 所以当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 保罗是这么解释的 在以弗所说六章二节 保罗说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命令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孝敬父母的话 我们在这地上 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我们就可以活得更长久 我们就可以长寿 我们就可以活得更长一点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 Tri-G的二十章和 生命级的五章的话 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去发现保罗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实际上是有点延伸的 它不是他最原初的意思 它是有点隐身的 它是他的灵意上的一个解释 灵意上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应用 所以要孝敬父母 所以你就可以活得更长一点 你可以在这世上活得更长一点 但我们如果看 Tri-G的二十章和 生命级的五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他在这里讲 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身所赐你的地上 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我们放在以色列人 当时那个处境当中 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他们在西南山的时候 他们知道神要把那个 应许之地给他们 对不对 他们在西南山的时候 知道神要把应许之地给他们 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神给他们说 赐给他们一条命令 说你们要孝敬父母 是你们在耶和华 所给你们的地上 可以长久 耶和华所给他们的地 是什么地 是什么 那么第二点是在生命纪的五章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 要跨过约旦河 从东岸要到西岸 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 摩西重申这个命令 说要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身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他们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了 进入那流奶与命之地 进入那个应许之地 然后这个时候摩西重申 那个神给他们的命令 你们要孝敬父母 使你们在神所给你们的地上 日子可以长久 所以如果你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地 就指的是迦南地 指的是那个流奶与命之地 指的是应许之地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上是给以色列人说 你要孝敬你的父母 这样你在应许之地 在迦南地上 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 所以当我们听到 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想起 我们就很容易想起 在那个生命记里面 摩西最后苦口婆心地劝以色列人 摩西劝以色列人怎么说 摩西劝以色列人说 你如果听从耶和华的法律法 你如果听从耶和华的话 遵守他一切的诫命 那么耶和华你神也要在 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 要在那个迦南地上 应许之地上赐福给你 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会怎么样呢 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会怎么样呢 在圣明记的二十八章 十五到二十五节 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必因你行恶离弃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些事情上 是咒诅扰乱 则罚离到你 直到他将你从 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 就叫直到他将你从这个迦南之地上灭绝 然后你必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 说如果你不追守耶和华的律法当中 耶和华必将你从这个应许之地 从这个迦南地上移除 把你赶到万国当中 让你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 所以我们如果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说 就是说你们要守耶和华的话 追守耶和华的话 追守他的律法 你们在这应许之地上就可以长久 就可以蒙福 但如果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不守他的命令的话 你们就要被从应许之地上被赶出去 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 但我们后来看到这句话真的应验了 对不对 看到这句话应验了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他们因为不听从神的话语 结果怎么样 在公元前772年 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攻陷 在公元前587年 南国犹大被巴比勒攻陷 所以那亚述帝国攻陷 以色列的时候 他就把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去 又把别的民族从别的地方迁过来 迁到以色列这个地方 但巴比勒攻陷犹大的时候 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把耶路撒冷三分之一的人杀掉 三分之一的人迁到巴比勒去 然后三分之一的人留下来 所以因为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神的话就在他们身上应验了 把他们从应许之地上挪出 使他们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 这一段命令的时候 这个生命纪的摩西最后的 这个祝福和咒诅的时候 我们如果把它和这个 第五条诫命联系起来 第五条诫命说 你们如果孝敬父母的话 你们在这个应许之地上 你们的日子就可以长久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第五界和这个生命纪的28章 是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的 你们如果孝敬父母的话 你们在这个应许之地上 就可以长久 如果你们追守耶和华的律法的话 你们在这应许之地上 就可以长久 那么这个孝敬父母和 追守耶和华的律法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你就明白这关系在哪里了 这个是在生命纪的六章 六节 七节 这就很著名的什么 以色列亚你要听 以色列亚你要听什么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要把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话记在心上 要把我今日 这是那个 耶和华上帝 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 你们要把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话记在心上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追守 是他们无论是坐起来 站着 是吃饭 还是行走 还是躺在船上睡觉 他们都思想式的话语 所以我们把这三段经文 如果连起来的话 你就很明白 那个第五节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第五节设立的目的 就是说要孝敬父母 要孝敬父母 就是说 然后和这个生命纪的六章 六到七节连一起来 父母要教训儿女 追守耶和华的律法 只有以色列人 追守了耶和华的律法 他们在应许之地上 就可以长久 所以你很明白 第五节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第五节设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神的律法 可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所以要上神的律法 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必须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在生命纪第六章里面提到 父母要尽到他的责任 要把神的话语 教导给他的儿女 那么第二个条件 就是儿女要追踪父母 要尊重父母的权柄 所以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那么父母的责任 和儿女对父母的追踪 是个有机体的 一个两个面 这两个面 你缺少任何一个 都不行的 如果父母不尽他的责任 把儿女 把耶和华的话 教导儿女的话 儿女是没有办法 来到神的面前的 如果儿女不孝敬父母 不尊重父母的话 不听父母的话的话 那你父母再教导他 他也不会去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第五届设立的 有一个目的 这个是第五届设立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说 要把神的话语 在以色列人当中 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神的话语可以传递下去 所以今天我们就 从两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个方面 就是父母的责任 父母教育儿女的责任 第二个方面就是 儿女对父母的责任 尊重 儿女对父母的尊重 上次魏牧师来 讲到这个儿女教育 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听了之后 有很多人会跳起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跳起来的 有很多人会有一些反感 对魏牧师当时提到 为什么反感呢 因为魏牧师当时提到 就是引用一段经文 在《立威记》的 十八章十一节 他说 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 归给了摩洛 也不可泄渡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那魏牧师说 如果你把儿女送到 Public School 送到公立学校 那就是犯罪 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高兴的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有一种反感 那在这里的话 是的 我个人认为的话 魏牧师在这段话里面 是有简单的 是有过于简单的 来处理这段经文 其实在这里的话 他有一点把这个行为 和这个动机 然后混在一起 那送到Public School 送到公立学校 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今天无论送到公立学校 送到私立学校 还是在你在家里 Home School 这是一个Behaviour 这是一个行为 但是神关键看中的是 里面的动机 所以那个 是不是罪 不是看你的行为 而是看后面的动机 是什么 所以你今天把儿女 送到Public School 这个不一定是罪 你今天把儿女 送到Public School 也不一定是罪 要看你里面的动机 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今天说 今天你如果 你把你的儿女 送到Public School 你的目的是 让你的儿女 在Public School 可以在这个技能上面 在Academic上面 受到更好的教育 所以让他们以后 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可以有更好的生存 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你忽略了 对儿女的属灵的教育 忽略了把儿女 带到神的面前 你把儿女的属灵的 生命的教育 放在 放在一个比较 次要的位置上面 次要的优先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魏牧师对你的责备 就是对的 你就是犯罪 你就是把你的儿女 送给摩洛 献给摩洛 但是如果你是把你的儿女 送到Public School 你不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那另外一个原则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谈到另外一个原则 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在耶稣 在约翰福音17章 他离开世间的时候 他的祷告 大祭祀的祷告 那么在这里说 耶稣说 他对他的 他说我不求你 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他们指的是门徒 指的是门徒 也指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不属于 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的恶劫 所以今天送到Public School 这个事情本身 这个行为本身不是一个罪 看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你所追求的 你心里所 Value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今天如果你送到Public School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脱离这个世界 没有让我们去脱离这个世界 没有让我们到深山里面 去像和尚一样 隐聚在深山里面 他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所以今天你无论是把孩子送到Public School 送到Private School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有一点 那孩子教育是父母的责任 你送到Public School 送到Private School 是你委托他们来教育你的孩子 你的责任是没有办法去推托的 你委托这个学校来教育 但是你知道你是第一责任人 这就是为什么父母是那个Guardian Guardian 监护人 什么意思 譬如你是第一责任人 到将来的话 神会在你要在神面前交账的 你不能够说 我把他们送到宫里去要去了 那个老是不尽责任 你自己你做父母的要去分辨的 你要去分辨的 虽然魏牧师在这一点上 有点简单化处理 但是他的总原则是对的 他提到两个总原则 第一个总原则 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 事实上把他和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教育的最 我们今天我们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 让儿女能够获得技能 能够在世上生存 让她能够活得好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是比较次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真理的面前 把儿女带到真理的面前 什么是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所以要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昨天我很感恩在那个 Life on Life的分享 我们教会有这个门徒培训 Life on Life这样的一个program 在飞翔这个会上 有一位姐妹这样说 她提到Life on Life的最后一章 的题目就是说 如果将来 如果将来在天堂里面 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在天堂里面 你能不能见到你的孩子 你能不能见到你的儿子 你能不能见到你的女儿 所以当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你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毛骨耸利的 你知道吗 毛骨耸利的 你今天可以让你的儿女在世上 她可以在华尔街工作 她可以赚一个月 一万两万的薪水 她可以活得很好 但是将来有一天 你在天堂里面见不到她 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是最重要的 教育的主要目的是 把她带到真理面前 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是真理 我是道路 我是生命 所以这一点 魏牧师是抓到了 这个总原则是抓到 第二点 他抓到了 教育儿女最主要的责任 是父母的责任 所以今天无论是在教会里面 无论是在学校里面 父母都是把儿女委托别人来教育 你委托别人来教育 就是你是第一责任 所以父母是第一责任 是首要的责任 好 这是我们讲的两个面的第一个面 父母的责任 教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 那么第二个面就是儿女要孝敬父母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第五届设立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儿女尊重父母的权柄 好 让这个神的话语可以一代一代的被传下来 所以儿女尊重父母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就是让神的话语可以传下来 让真理可以被传承 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与法利塞的对话 我们也在这看到就是说 儿女有赡养父母的一个责任 所以当父母年老的时候 他们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 不能再照看自己的时候 儿女有这个责任来赡养自己的父母 所以我想今天对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来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心里面都有很深的一个愧疚 很深的一个内疚 因为我们在海外 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父母的面前 没有办法来孝敬他们 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在内 可能在每月的供养父母之上面 都会有很多的亏欠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尊重父母是神所看重的 是神所看重的 赡养父母是儿女的一个责任 所以这两个面都要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完成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神的真理一带一带传下来 我本来想讲一下儒家的事情 时间不够了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讲后面心灵的敬拜 所以耶稣基督说 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为什么是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很爱神的人 他们是很敬虔的人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去追守神的律法 来孝敬父母 他们却没有办法去爱他们的父母 所以他们把他们供养父母的责任 供养父母的钱来奉献给神 所以他们就认为 他们不需要再尽这样的责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 他们的虚伪 他们的伪善 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评论说 他这百姓是用嘴锤来追近我 但是心却远离我 他们用嘴巴来追踪我 来敬拜神 但是心却远离神 所以他们拜我也是枉然 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记载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 谈话的 谈到的时候 谈到的时候 耶稣说 那敬拜神的 要怎么样敬拜神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那么我在这里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怎么样用心灵敬拜神 用心灵诚实敬拜神 体现在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上面 体现在我们做儿女对父母的孝敬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 这两点一个 做父母的责任和儿女对父母的孝敬 我们要通过上帝 我们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要通过上帝来重新定义 我们要把这个带到上帝的大光的面前 我们要造出我们在当中的亏欠来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父母的孝敬 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都是 其实上都体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体现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你是用嘴巴来敬拜神 还是用你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神 今天在我们做父母 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但是当我们如果是用 在这个上面什么叫用嘴巴来敬拜神 如果你对你的儿女说 我们要敬为神 我们要信主 但是如果你却把你儿女的这个钢琴课 小提琴课安排在星期天的主日 或者安排在星期五团聚的时候 那么你要思考一下 你对神的敬拜 在你做父母的责任上面 你是用嘴巴来敬拜神 还是真的是用心来敬拜神 因为你的心里面 你如果把你儿女的这个钢琴课 小提琴课安排在团期的时间的时候 那么你心里面其实是value 你心里面value的是什么 你心里面看重的是什么 你认为那个学钢琴那个时间 比教会里面参加团期更重要 对不对 无论如何你给儿女传递的信息是这样 上帝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你的技能 你的才能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用嘴巴来敬拜神 也不是用心灵来敬拜神 所以这点反映在你在儿女的教育上面 你在做父母的责任上面 所以就这个其实上是我们做父母对儿女的亏欠 你没有把这个儿女带到神的面前 带到真理的面前 你从小给儿女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你告诉他们说 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技能 那同样我们如果 同样我们如果在追近父母 赡养父母方面的话 我们也可能是用嘴巴来敬拜 来敬拜神 我们不是用心灵来敬拜神 所以当我们把这两个做父母的责任和对父母的孝敬 带到神的大光面前去照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亏欠 我们发现我们就是与神所要求的目标 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在那里 我们是亏欠的 我们做父母 我们是对儿女亏欠的 我们也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做儿女 我们是对父母亏欠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差距在那里 神所设计的那个标准在那里 然后我们在这里 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干部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干部 那么现在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讨论 我们怎样去解决呢 这个solution在哪里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干部的时候 一般人会有几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就是说 第一种反应认为就是说 这个干部 我靠我自己的能力 我可以去做得到 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虽然这个神的标准在这里 然后我的现实情况在这里 我靠我的能力可以做得到 这种其实上是对神的要求的 他没有真正理解神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你真正理解神的要求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所以这种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得到的话 我们就被称为律法主义 靠行为去做得到 靠行为去做 但还有一种说 神的标准是这么高 我没有办法做得到 所以我就自暴自弃了 所以我就不做了 这是另外一种观点 那么还有第三种观点 是神的要求在这里 那我的状态在这里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替我而死了 所以我不需要去做了 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担当了这个罪 所以我不需要去做了 所以这后面两种观点都会导致另外一种叫自由主义 叫反律法主义 那其实这样都是不对的 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 一种是想靠自己的行为去做得到 一种认为是我不需要去做了 但真正在福音里面 真正在福音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靠着圣灵 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面 是靠着圣灵的话 我们意识到我们与神的要求 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意识到有这样的差距 所以我们意识到我们亏欠了神 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罪是什么 就亏欠神的荣耀 对不对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但是也同时求神来更新我们 来更新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在诗篇五十一篇 看到大卫犯罪了之后 他向神的祷告是什么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从母胎当中就是犯罪的 所以大卫深深意识到自己的罪性 那个是根深蒂固的 从母胎当中就是犯罪的 他是没有办法去 靠自己的能力去处理的 那么第二点大卫怎么祷告了 大卫说 求你重新为我造政治清洁的灵 在我的里面 所以这就是以西节书三十六章所预言的 神要把我们的实心拿掉 为我们换成一个肉心 神要为我们重新造一个新的心 一个新的灵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求是来更新我们的心 更新我们的心 让我们从心里面 渴慕去能够去做得到 所以心是什么 心在犹太人的观点当中 不是指的 不是像我们今天理解的 就是那个以谋蛇 就是那个情感 在犹太人的观点当中 心是灵魂的一个基座 那么心包括 心你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就是你的理性 情感意志 这个三个方面总合在一起就是心 然后你的理性上面 你知道神的标准在那里 你知道神要我们去做 然后从情感上面 你的心被更新了之后 你喜悦去做 然后从意志上面 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志 一个意愿 你愿意去做 所以最后带出了一个结果 带出一个生命的结果 就是说 就是那个行为 所以圣经里面 福音里面的改变 是从心里面的改变 律法主义的改变 是只关注在行为上面 所以意识到 神的标准在哪里 我在这里 所以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 是在行为上面 但福音的改变 是更深入到你的心里面的 但心的改变 不是我们人能做的 但是我们人可以祈求 可以求神来改变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死路事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 在做父母上面 我们有很多的亏欠 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我们在儿女上面 我们有很多亏欠 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一个方面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 但另一个方面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 要感谢我们的神 他把这个生命 圣灵的律放在我们的里面 是我们的心可以被重新的更新 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力量 被改变 好我们今天 我们一起借马大福音的十五章 一到九节 我们一起思考了 就是说 一起思考了孝敬父母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做父母的责任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如果 我们要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关键的是 就是你要思考 对我们的父母有没有爱 不是在行为上面 不是在律法上面 你要思考 我们对父母的爱是不是够 那么如果你思考 你对父母的爱的话 你会关注他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灵魂的得救 所以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 当你回去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 我们要为我们的父母传福音 甚至我们在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今天在这里的时候 今天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 你可以Skyping 你可以WeChat 可以接着 你可以就是有固定的时间 给你的父母来传福音 所以盼望有一天 我们在天堂里面 我们不但能够见到我们的孩子 也能够见到我们的父母 好我们一起来打钢 天父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也感谢你这段经文 来告诉我们 主啊第五届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目的 主啊就是要把你的话语 一带一带传递下去 主啊也在这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 最重要的责任 我们要是要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 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 我们做儿女 我们应当对父母有一样 怎样的一个尊重 我们应当对父母有一个怎样的爱 主啊今天我们很多当中 我们的福 很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 他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 主啊真的是愿我们有一颗爱父母的心 愿我们能够把这最好的东西 能够传给他们 主啊我们盼望有一天 我们在天堂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但能够见到我们的孩子 也能够见到我们的父母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来保守你的话语 主啊听我们的祷告 奉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解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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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senses